9点记者在镇江市二院急诊室见到了这名婴儿 孩子睡得正香 头上还残留着胎垢 甚至连身上的旗带都没有剪干净 发现孩子的地点就在七里店某居民楼的楼道里 发现地址楼上的一户人家 他一个老太太发现的 立即的报了警 然后我们也立即到达他现场 这个孩子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还在哭闹 我看到他哭闹的情况 我上去把他裹在他身上的原来的衣服 给他裹紧一点 民警告诉记者 老人发现孩子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左右 当时气温还比较低 裹在孩子身上的衣服 沾满了小孩的排泄物 在120救护车的帮助下 民警将孩子送到了二院 医护人员赶紧帮他做了检查 我们看了一下 那个没有明显的外观畸形 然后心肺天诊也是好的 应该就是已经出现生理性黄蛋了 还是解的胎份 应该出生三天这样子吧 民警给孩子买了尿布湿 奶粉 衣服的 医护人员帮孩子身体进行了清理 并给孩子喂了奶粉 我们从这个翻盘翻盖了这个包裹里面的衣服 也没有发现有任何的纸条 以及能够证明小孩身份信息的这个物品 目前民警已经联系了民政局的工作人员 将孩子送往福利院寄养 警方正在全力寻找孩子父母 也希望他们能主动和公安机关联系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